好 各位大家好 接著繼續課題 就是講賴氏綜合症 其實上一段影片 就是講了線粒體的基因 現在的問題 有個場景在這裡不多說了 不過 根據受精的過程 受精的過程 以及精子的結構 去解釋為什麼 精子不會提供 任何的線粒體 或是受精的 你要針對性去看 結構 頭部 中段 尾段 尾段 受精的過程 記住 只有頭部 含有 細胞核的精子 精子的頭部 進入卵子 很多時候為什麼同學得不到分 原因是寫精子的頭部 只寫精子的頭部 其實未必有分 一定要寫清楚 精子的頭部有什麼 精子頭部有細胞核 是細胞核的精子頭部進入卵子 所以好像下面的圖 下面的圖 但是線粒體的精子 中段 沒有進入卵子 所以旁邊的圖 所以當你寫的時候 記得寫清楚 不要只寫中段那麼簡單 你真的要寫到 究竟那個部分裡面 究竟有什麼 你才能夠 拿到分數 所以我想很多時候同學 都會回答到問題 但問題是為什麼回答後 又拿不到分數呢 原因是因為寫得不夠仔細 你要留意 接著去到最後一題 其實最後一題很簡單 50%的同學 都會拿到分數 但其實我看下去 其實這個技術裡面 其實2016年 就應該有了 但這條題目 是2018年的 OK 2016年 所以當你去準備 未來的考試的時候 記得留意 有關生物學的新聞 其實落到 用你學過的生物學知識 你都能夠解釋的 OK 當中裡面 就有三個人 A就是捐贈者 B就是患者 而C就是患者的丈夫 做法是怎樣 首先第一件事 捐贈者裡面 我只需要細胞 但不需要細胞核裡面的卵子 OK 然後那個患者 我就是拿卵子的細胞核出來 然後融合了 形成正常的卵子 OK 然後跟患者的丈夫的精子 受精作用結合 形成核子 OK 而那個核子 就能夠健康成長 那題目就問你了 那個健康的BB裡面 其實那個細胞核的DNA 原於哪裡呢 就是紅色和藍色 OK 就是B和C 好了 而那個線粒體 原於哪個 就是原於A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到那個題目的場景裡面 他就告訴你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線粒體 OK 媽媽那個細胞裡面的線粒體的DNA 所以我只是抽出那個細胞核出來 OK 而當中呢 而那個捐贈者裡面 去到健康的BB 那些線粒體呢 就是原於原本的捐贈者裡面 細胞的線粒體 OK 所以其實這條題目 你說藍爛 其實你沒有看過這單新聞的 不要緊的 但是你慢慢去做這條題目的話 其實你都會做到 而且這條題目 揭示一件事 就是記得溫書的時候 哪些是重點 你應該是溫哪個部分 還有 答題的技巧 你要好好掌握 要寫清楚它 還有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參考A-level的試題 其實當年A-level的試題 是有問過類似的事情 OK 都希望今天可以鼓勵到大家 繼續去留意多些 生物科的新聞 又或者當你去做題目的時候 記得寫清楚些東西去表達 你才能夠拿到分數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拜拜